大家好,今天是10月18号 好久不见了,距离上一次的视频 8月27号,正好是50天 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干嘛呢 上一个视频好像是那个冲浪的 然后在之前是还在芝加哥拍戏的一个视频 7月份拍戏 但其实那个系列的视频还没有做完 还没有发完 然后接着就一塌糊涂 一直就没有更新视频 然后忙什么呢 第一个 我要就生意上有点紧张 那时候非常淡 然后第二的话我要搬店 然后再寻找新的地址 然后接着就是上课 到了我的课表演课快到毕业 然后就进入了最后一个环节 然后也是遇到的一些时间上 再加上难度上各种一塌糊涂 导致我就说没有精力 没有时间去录视频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小孩 两个小孩也是把我折磨的够呛 那个那时候是7月份吧 接着马上就是暑假 暑假天天要就是呃就不是送到学校就算了 你得安排他干嘛 游泳啊干嘛 然后还有啥 还有就是呃 就是我说到刚才那个选就重新选址的问题啊 这个又涉及到了一个我跟我老婆夫妻间这些对于一些重大的事情的一些决策啊 的那种啊一些关系的问题 呃有空跟大家好好的吐槽和聊一聊 然后跟大家分享看看 嗯你能给我一些什么建议啊 我反正我有时候就觉得 呃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homeless homeless怎么会到我这里变成是一个问题呢 呃因为我这个后后面那边哈 经常有homeless在那边住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直接他们把东西就摆到我这个后院里面 然后就像他的家后院一样什么椅子都摆在那儿 然后接着到最严重的时候 直接就把后面的那个车房就给占用了 就霸占了换了锁 他就他就有钥匙了 他变成是我的房东进不去 那个车房不是我的是楼上的 但是变成是homeless的 然后也是看到他们啊挺难挺 敢他们也不是就是说又觉得好像挺残酷 然后不敢他又觉得很烦影响我们就就就感觉好像被别人侵略的那种感觉 所以一塌糊涂很多事情包括到最近homeless的事情都还在 这个也是一个话题 我觉得以后也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聊一聊 嗯然后接着就是大选 OK那那那其实大选跟我没啥关系 反正两个候选人我都不太喜欢 然后家里也收到这个选票 那我要看看还有大概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有可能会去选 到时候看看去到这跟大家聊一聊和公布一下 那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最近会是什么情况啊 那我这个店的话就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呃电纸了呃从一开始我只想在这附近离我这里很近的地方因为这离我家也很近嘛所以我就不想搬了我就不想离开太远 但早来早去有不错的但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又有其次的又有啊比如说不在街边啊啊啊然后比较暗啊之类的 然后租金也不也不便宜之类的问题然后更稍微远一点也有也还挺好的也是一就是我是有非常严重的这种选择的困难症的 然后我老婆也是所以的话我们一直就是选职啊这些就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我认为应该要决定的时候他又犹豫提出别的问题 呃他提的问题不是说啊不值得考虑但这个就困扰了我这个一个选择又拖拖拖拖然后就是本来是8月底要搬的一直到现在10月底了那终于就啊反而是搬到更远的地方阿K点那边 那那边的话说实话就是最终来说也算是个好的结果就是地方也比较大 然后啊也比较宽敞啊面积也跟这差不多也可以跟现在一样啊我可以还重新规划一下会规划的更好 然后也里面也挺大的就我的工作室啊audition啊乐队啊啊还有甚至拍照啊这些我都可以实现那这个就是马上要进行的事情那这个到时候这就是我呃做生意做了六年的这个地方我大概还要过一两个星期就要离开这了所以我也停 挺挺舍不得的啊现在就有点乱啊那到时候我搬到那边之后这个宽度没有那么宽相对窄一点没有那么宽然后到时候我就会把材料都放在后面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柜台打包的地方接待客人的地方然后啊卖东西的话那边有柜子在旁边有柜子所以我就把卖东西就像这样在这旁边 总之我希望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来重新整顿一下我的这个店面吧就现在一开始我这非常干净但后来慢慢慢慢又乱糟糟起来了 那接着我换成新店之后我又会重新整一下吧希望他整得好一点然后保持那样的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天马迅达嘛之前我跟他从2016年开始做到了2024年然后结大概5月份他们就不做个人快递业务了那现在后来我就又重新找了更好的一个合作伙伴来继续做个人快递因为我是一直做个人快递的嘛所以的话就还是会专注在做个人快递 那现在等于就说各种东西我都能寄跟不同的合作方来去合作给客人就是满足个客人的这种各种需求 从中国寄到美国美国寄到中国啊还有是普通的产品啊贵重的产品啊奢侈品啊我们都有可靠的这个合作伙伴来合作了 现在嗯还有彩票很重要到时候也会满过去怎么说呢我做快递做了8年然后在这个地址的话做了 来这个地址做了 6年从2018年到现在 看我们彩票还给这个公立学校贡献了 多少18,000美金一年 那这就是我目前的情况 然后哦今天的话呃得让我老婆过来帮我忙来忙一下店里了那我的话会去呃给一个纽约的一个长篇电影做一个选小孩的选角的一个callback 我做个reader啊就是纽约那边一个cast and director 邀请我去做那我也觉得挺开心啊去做这个reader也挺有趣的因为啊可以也是在锻炼演技嘛就是啊对方所有的这些callback那些演员呢那肯定是经过了沉沉筛选啊那最终进入callback的那些演员呢那肯定是经过了沉沉筛选啊那最终进入callback的那些演员呢那肯定是经过了沉沉筛选啊 那么几位都是很优秀那我通过我跟他读这个剧本来演他们付出可能他们准备更多那我的话我也希望去做好这个reader然后帮助到他们然后 让他 让他呈现更好的一个表演呃我也挺开心哦然后再接着星期天的话还有一个要演一个道士一个法师吧 哎呃我也觉得不错因为这是一个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个角色呃要生生叨叨的那种 装神弄鬼啊 就是装的深深细细的那种样子 那这种角色的话我也没试过 所以的话 我也好好的要挑战一下 到时候 要就希望演一个 尝试一个不同的这个感觉嘛 一个尝试 因为之前演的角色都比较单一 那最近今年来说 还是尝试了好几个不一样的角色 一个是芝加哥拍的那个博士生 杀人犯 就是最后杀人了 我觉得不能那么残酷的说 他是杀人犯 他其实也是很无奈一种 这种在那种困境当中 一种想就没有办法的时候的一个 那种极端的一个反应吧 然后后来还演了一个越南 越战的一个越南的父亲 我觉得这也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就是虽然那个戏也比较短 还要说一下 其实现在已经十月底了 马上2024年就要过了 但2024年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一个是这是我来美国的第十年 然后还有就是我做这个生意做了八年 做演员做了三年多 三年多好像是 然后还有今年的话 我去第一次去出国拍了戏 然后演了这个电视剧 然后也上完了我的课 上完了我的第一个表演课 两年的其实等于我还差两个月没毕业 我退掉了 这个我还没跟大家说 就是最近不是刚才列了三四个原因吗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那个课 我还差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停掉了 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去上了 然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我也会在之后 再跟大家来聊一下 上课和停课之后的一些收获 就是有时候你在学一个东西 有一些阶段嘛 学学学学学 吸收到很多 但后来你又会到了一定的程度说 感觉上很痛苦 学不到就是吸收的东西又很有限了 然后接着你又会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之后呢 其实你并 你有一开始会有一种内疚 就是我怎么停下 我怎么放弃了 但接着你又会 又停下来那个状态 又让你学到东西 又它来的可能比你实际要慢嘛 在你在停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学到的一些感受又带过来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有的 就好像我说冲浪一样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冲 但我感觉我好像没冲的时候 我也在进步 这就是一个道理 这个也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 然后上个礼拜拍了个戏 跟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演一个对手戏 那我也重新激起了 我对这个脱口秀的一个兴趣 就是我还真的做脱口秀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我可能会在接下来 可能在明年去做一下 杂志方面的一些尝试努力和学习 好 今天我们就得不到这 然后这段时间 可能视频还是不会更新的太多 因为要再忙 然后我尽可能的去跟大家汇报吧 拜拜 大家保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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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